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Hero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讲一款全新的应用 叫移动塔车APP 前面我已经讲了两个项目 第一个是新闻阅读器 第二个是一款团购的项目 叫团端转 今天这个项目 它是一款现在目前比较流行的 O2O模式的APP 有的同学可能会用到 像优博 还有一个滴滴打车 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大纲 我分了这五部分 大概就是我们开发一个新的APP 基本上是这几部分的一个模式 首先是一个项目的简介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它是干什么的 它可能用到的一些知识 还有一些SDK 第二部分呢 就是对我们的这个APP 进行一下需求分析 它要实现哪些功能 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的一个 系统设计 系统设计里面呢 包括搭建系统的框架 配置相关的一个开发环境 在开发阶段呢 就是我们真正要实现 经过我们的需求分析 我们要实现的功能 就需要进行编码来实现 开发阶段呢 我们有分了这几部分 大概是这几部分 有一个启动页面 启动页面里面呢 会有一个动画的效果 还有一个播放视频 注册流程里面 这里边就比较多了 增加地理位置定位 还有这些付款方式 手机号确认呢 用户中心 就是显示用户相关的一些信息 首页流程呢 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 首页显示的一个 百度地图SDK 还有就是 附近的车辆 地理位置 费用估算 还有地图上的一些操作 最后我们进行的是一个项目的总结 好 我们首先 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基于优博来讲的 首先我们 进行看一下我们的简介 项目简介 优博打车呢 它是 在国内叫做优步 它是2009年创建于美国 它现在已经 分布在70多个城市 滴滴打车 滴滴打车呢 跟它类似 也是 基于位置的轿车服务 线上轿车 线下我们进行一个 打车的服务 滴滴打车呢 原来有个快递打车 现在已经合并成 滴滴打车了 他是一个小级 局科技 创始人呢 是成为 他的总裁 我们可以说一下 总裁呢 其实就是柳青 大家可能 可能不知道柳青是谁 他是 他的父亲呢 是柳传志联想的创始人 所以滴滴打车 滴滴呢 肯定是 比较资源 比较有钱的 现在是国内比较火的一个 打车服务 打车APP 这里边呢 他具体的一个界面原型 我们会在需求分析里面来进行介绍 分析他的一个原理 其实呢 大概就是这三部分重要的一个组成 GPS定位 就是说 我要打车了 首先我知道你在哪里 第二个就是说地图 你不知道位置在哪 我可以导航 现在地图sdk比较火的 就是白度 地图 还有高德 高德地图 他基于导航 还有位置 位置的一个导航 还有一个路况的信息 这是sdk提供的一些api 大家可能说了 我车也坐了 后面我怎么付款 这就涉及到移动支付的相关知识 有现在有sdk 有微信 还有支付宝支付 还有一些绑定银行卡 银联的一个卡号的一个支付 这是他的一个原理 首先就是定位 在一个基于sdk 地图的一个sdk 第三部分 就是一个移动支付 这是这个项目的一些核心的一些知识 这里边有相关的一个链接 这里边有 这个是百度地图的sdk 这是高德地图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移动支付 把它整合了 各种的微信 支付宝和引领卡的一个支付 整合 这也是一个sdk 首先我们看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这是百度地图 这里边有一些服务的接口 iOS开发 因为导航 还有一些计算 这里边大家可以去先去了解一下 为我们后面的开发 提供一些基础 这是高德地图 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 高德地图 我们 这里边有它的sdk 同样的 跟百度 类似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里边是出行类的应用 这里边有乘客端司机端 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像iOS端这些定位 怎么实现 这显示这些车辆 这里边有一个 还有 还有显示附近车主 还有一个 路径规划 你费用估算 这里边都有相关的介绍 行驶距离的一个测量 提前通知 最优的一个车主 最近的一个车主 这是它的一个 一个具体的方案 大家可以看它是怎么实现的 先去了解一下 这个ping++ 它是一个 为移动支付 一个聚合的sdk 这里边有 微信的 有各种支付平台 它是 一个整合 怎么接入 怎么来接入 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还有谁都在用 这些合作厂商 合作的app 文档 可以这里边有一个文档 支付付款 红包 这里边都有 然后客户端怎么接入 看IMS怎么接入 那是需要哪些的 sdk 这里边都比较介绍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项目简见 基本上就这些 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 我们移动打车的app是基于优博的 大家可以了解 同款的一个app 滴滴打车 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第三部分我们介绍了一下 打车的基于的一些原理 核心的知识 像地图sdk 还有移动支付 未来是一个趋势 在你自己做新的项目中 也可能会用到这些 所以要 熟练的一个 掌握 像这些有一些开发文档 大家要需要去提前了解一下 说到地图 说到一个 定位 现在是GPS定位 目前比较流行的 还有一个 像 室内定位 GPS定位 它是宏观的一个定位 是 在楼的外面 来实现定位 室内定位 是一个微观定位 就是在室内 在楼 在大楼的内部 找一个 找一个商场 商场里边有哪一家店铺 室内定位也是非常流行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室内定位的技术 好的 今天要讲的一个项目简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